大家好,我是一宁妈妈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改良版的铜锣烧 不用打发鸡蛋 做法简单一操作 所用的食材你家里一定都有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试一试 碗中加入150克细的玉米面 200克面粉 25克奶粉 20克白糖 5克酵母 再打入2克鸡蛋 接着倒入350克纯牛奶 搅拌均匀 搅到光滑细腻无颗粒的状态 盖上盖子 密封饧发至面糊的两倍大 饧发好以后用勺子搅拌排气 搅匀以后我们开始烙饼 烙这个饼不用刷油 准备一个平底不粘锅 把燃气调到最小火 舀一勺面糊 从高处滴落到锅的中西位置 碳鱼以后盖上盖子 用最小火烙1分半钟左右 时间到打开盖子将它翻面 然后再烙30秒钟 烙这个饼呢 全程可能也就需要2分钟左右 用铲子按压它可以快速回弹 说明已经熟透了即可出锅 烙这个饼呢我们需要注意两点 一是烙饼的火火不能太大 全程都要保持最小火来慢烙 二是每烙完一张饼 都要把锅放到水龙头下 重重凉水 给锅降降温 这样你在烙饼的时候呢 烙出的饼颜色才会一致 烙好的饼可以直接吃 或是挤上一些豆沙馅 用勺子涂抹均匀 两张合在一起 按压紧实 这样是不是就变成砸两板的铜锣烧了呢 用刀切开看一下里面 里面有很多密集的蜂窝状 吃起来呢松软又香甜 还有淡淡的奶香味 粗粮细做营养要好吃 这款小饼呢 我家孩子特别的爱吃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我是一宁妈妈 我们下期见